中秋节,除了赏月、烤肉、吃柚子外 吃月饼也是常见的应景习俗 桌上摆了三种不同形状的月饼 请问哪一个比较接近圆形呢? 要怎么辨认出来呢? 这节课将要带你了解圆的基本概念 一起来看看 你还记得是圆的基本概念 小学学过的圆的画法吗? 我们拿一条线拴着笔 另一端用图针固定好 画出一圈就可以得到一个圆 或是使用圆规 取线段OA为半径画圆 固定的端点O叫做圆形 OA线段叫做半径 半径可以有无数条 从圆上找任意一个点 与圆形O相连 得到的线段都是半径 根据这个特性 我们对圆做了定义 圆是平面上到一个固定点 所有等距离点的集合所形成的图形 那么回到刚刚的三个月饼 哪一个比较接近圆形呢? 从圆的定义判断 中间这块月饼比较接近圆形 没错 没错 你答对了 依据圆的定义 以下图形 何者为圆 答案为C 圆是平面上到一个固定点 所有等距离点的集合所形成的图形 由此可知 答案选C 既然聊到圆 我们也来复习一下 跟圆相关的几个名字吧 若我们在圆上找到任意两点AB 它们之间的部分叫做圆弧 简称弧 既做圆弧AB 读作圆弧AB或弧AB AB弧 其中大于半圆的弧即是幽弧 而小于半圆的弧就叫做裂弧 半圆则没有幽裂弧之分 一般我们所称的AB弧 通常指裂弧部分 一条弧和经过它的端点的两条半径 所形成的图形称为扇形 例如 弧AB与经过AB的半径 所组成的图形就是扇形 扇形可大可小 取决于两半径交圆心间角度的大小 而这个顶点在圆心O 与两条半径OA和OB所围成的角 叫做圆心角 将一个圆分割成三个扇形 三个圆心角的度数之比 是3比4比5 这三个角的度数分别是下列哪个选项 答案为C 一个圆的圆周角为360度 将圆分成三个扇形 且比例为3比4比5 这三个扇形的圆心角分别为 360度乘3加4加5分之3 等于90度 360度乘3加4加5分之4 等于120度 360度乘以3加4加5分之5 等于150度 由此可知 答案选C 我们把一块圆形月饼 切出一块扇形形状 扇形面积怎么求呢? 前面说到扇形大小跟圆心角有关 那么扇形的面积计算 是否也跟圆心角的大小有关呢? 我们知道圆一圈360度 如果扇形的圆心角是180度 刚好是360度的一半 这个扇形面积就是一个半圆 如果圆心角是90度 角度是360度的四分之一 那么对应的扇形面积 是整个圆面积的四分之一 从上面可知 扇形的面积与圆心角的关系 圆心角与360度的比 等于扇形面积与圆面积的比 依照上面的定义 如果这块扇形月饼的圆心角为120度 它占整块圆形月饼的几分之几呢? 360度分之120度等于三分之一 扇形月饼的大小是圆形月饼面积的三分之一 没错 没错,你学会了 一个扇形的圆形角是150度 它的面积占圆面积的几分之几 360度分之150度等于十二分之五 答案为十二分之五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圆的基本概念吧 圆是平面上到一个固定点 所有等距离点的集合所形成的图形 圆上找任意两点 例如圆上找AB两点 它们之间的部分叫做圆弧 简称弧 一条弧和经过它的端点的两条半径 所形成的图形 称扇形 顶点在圆形欧 与两条半径线段OA和线段OB 所围成的角 叫做圆形角 最后 圆形角与360度的比 等于扇形面积与圆面积的比 例如 圆形角是90度 360度分之90度等于四分之一 角度是360度的四分之一 那么对应的扇形面积 是整个圆面积的四分之一 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会遇到圆形 这堂课学习关于圆的基本概念 你都学会了吗 希望能帮助到你 那么我们下堂课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